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中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 继而搭乘铁路货车进入内华达山脉 他们是太平洋铁路的承建方 从中国广东等地特意征召来的 太平洋铁路是历史上第一条横跨美国的大铁路 此时工程已经开工两年了 由于急需劳工负责铁路西段工程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 专门派人到中国广东招工 并承诺每月的工资是25至30美元 在当时一美元大约相当于1.5克黄金 但是由于美国西部出产黄金而日用品稀缺 美元和黄金的实际购买力并不太高 甲之华工们自登上离乡的帆船 便已经欠下了连本带利将近100美元的路费 因此他们无不经打细算 希望能多挣些钱 多省些钱 以便尽早回家 火车和铁路对于19世纪中叶的西方世界来说 是不折不扣的新技术 恰似飞机给20世纪出 电子计算机给20世纪中后期的人们带来的感觉 一样新奇与震撼 18世纪末 英国科学家詹姆斯瓦特改进了前人发明的蒸汽机 并正式获得了专利 它的蒸汽机不仅为大机器生产铺平了道路 也使路上运输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 1804年 英国发明家理查德·特里维希克设计的一辆蒸汽机车 拉着10吨钢铁 5节车厢和70个乘客 缓缓前行了16公里 这次试车被认为是蒸汽火车的处女秀 虽然它的速度只有每小时不到4公里 1830年 英国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这两个城市间正式开通了火车客运 最初的火车是敞篷的 绅士和淑女们大都将坐火车当成一次郊游 由于这班火车的平均时速只有27公里 许多好事的骑手会骑着快马与火车赛跑 赢家往往是骑手 尽管如此 火车作为一项崭新的生产力 迅速被西方世界的有识之士所接受 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 旋即将火车带回了家 1830年 也就是在英国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的成绩铁路开通的同一年 美国东部港口城市巴尔地摩 也开通了北美洲的第一条运营铁路 接下来 美国的铁路建设更是遍地开化 几乎每个州都在通过各种方式筹款修建铁路 30年后的1860年 全美共有铁路里程近5万公里 如果把它们连在一起的话 可以绕行地球赤道一圈多 然而 一个颇为尴尬的事实是 这五万公里铁路 几乎全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东部国土 而在有代开发的大西部 铁路的里程几乎为零 有一条被公认为最应该铺通的铁路 也仅仅存在于梦想之中 那就是横穿美国 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铁路 此时 对于美国东海岸的人们来说 西部甚至比欧洲更加遥远 如果有人想从纽约去旧金山 他通常可以选择两条路线 第一条 从纽约乘船南下 一直要绕过南美最南端 然后再沿美洲西海岸北上 直至旧金山 这条路线往往要耗时半年 第二条 从纽约乘船南下 到中美洲的巴拿马上岸 坐马车穿越巴拿马地匣 再登船北上 驶往旧金山 这条路线也要走两三个月 那么 为什么他们不愿穿越北美大陆 直接从东部前往西部呢 这是因为 美国东西部之间 有中年积雪的内华达山脉 还有一望无边的 莫哈维大沙漠 而且在白人的心目中 更为可怕的是充满敌意的印第安人 由于白人殖民北美后 对原住民基本上采取了打压政策 印第安部落被纷纷赶离了丰美的家园 原住民对殖民者 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 从路上前往西部的白人移民 常常会遭到印第安人的袭击 因此 不仅东部通向西部的陆路通道 危急四伏 而且修筑太平洋大铁路的计划 也屡屡搁浅 一些由远见的商人 遇见到太平洋铁路 将会带来的巨大商机 尽管他们明白 修建这样一条世纪铁路 假如没有国家法令的支持 会寸步难行 但他们宁愿在起跑线前做好准备 等待发令枪的那一声脆响 加州五金商人 克里斯·汉廷顿 就是这样一位精明的商人 1861年夏天 他与生意伙伴马克·霍普金斯 干货商人查尔斯·克罗克 和杂货商利兰·斯坦福 共同投资成立了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 斯坦福担任董事长 不久后斯坦福当选加州州长 当时一届加州州长的任期仅为两年 因此担任州长 并没有阻碍斯坦福经营铁路公司 卸任后斯坦福便将主要经历 和他的政治影响 全部投入到太平洋铁路的建设之中 1862年5月和6月 也就是南北战争爆发一年后 美国联邦重参两院 先后通过了建设太平洋铁路的法案 同年7月1日 林肯总统正式签署了这项法案 使之极客生效成为联邦法律 法案确定将修建一条西起太平洋 东到密苏里河的铁路 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承接大铁路的东断工程 他们将从美国中部的密苏里河沿岸 向西铺设铁路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承接工程的西断 他们将从加利福尼亚州的首府 萨克列门托向东推进 铁路建成后 将与密苏里河东岸 也已运行的铁路网接通 从而将合众国的大西洋海岸 与太平洋海岸连接起来 此时南北战争已将联邦财政拖下深渊 政府几乎拿不出修建铁路的资金 为了这条关乎国家安全的大铁路能尽早开工 联邦政府采取了变通的方式 通过发行铁路债券筹集社会资金 政府规定 平原地区每铺设一公里铁路 将获得一万美元补贴 高原地区每公里两万美元补贴 山地每公里三万美元补贴 与此同时 为了刺激工程进步 联邦政府除确定铁路沿线两侧 共一百二十米宽的土地 作为路基地归属铁路公司外 每修建一英里铁路 铁道边十平方英里的土地和森林 矿场等自然资源 均归铁路公司所有 联邦政府还明智地规定 铁路公司所获土地并非连成一片 而是像国际下棋棋盘一样 在铁路两侧交错式的获得 这就避免了铁路公司 未来可能新承担 对铁路两侧土地的垄断 一英里约合1.6公里 因此修建这条铁路 所获得的利益非常丰厚 太平洋铁路法案 并没有规定东西对近的交汇点 这样一来 无形中又对两家铁路公司 形成了新的刺激 哪家公司修建的铁路里程厂 它也将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 和更多的土地及资源 加利福尼亚州立铁路博物馆 是萨克列门托市一座 并不起眼的两层建筑 一个半世纪前 这里便是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总部所在 1863年1月8日 已经就任州长的斯坦福 在这座建筑前 主持了大铁路的西线建设开工仪式 宣告了这项试剂工程的启动 由于交通和通讯设施的落后 这个消息两个月后 才传到东海岸的华盛顿 此时南北战争 正在多个战场上激烈地进行着 太平洋铁路开工的喜讯 让神思胶着的林肯总统 轻轻地输了一口气 1865年4月9日 南军统帅罗伯特·李将军 向北军投降 历时四年的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了 仅仅过了五天 林肯总统遇刺身亡 不久后 一列改装好的火车 载着林肯的灵鹅 从华盛顿特区缓缓驶向林肯的家乡 伊利诺伊州 这时绝大部分华工 还没有投入太平洋铁路的建设 而林肯作为美国历史上 最卓越的总统之一 并不知道这些背景离乡的中国人 将成为这项世纪工程的脊梁 1865年夏天 第一批从中国赶来的劳工 加入了驻鹿大军 而在这之前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 已从加州招募到三千多名华工 最初 由于担心瘦弱的华工 完成不了重体力劳动 或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 公司安排他们 向罗车上装填渣土 华工们干得又快又好 他们单薄的身躯中 似乎总是有使不完的力量 接下来 华工们不断被派给新的工作 比如打隧道 夯地基 铺设枕木和铁轨 他们都能很快学会 并且高效率地进行下去 在大批华工到来之前 白人劳工用两年的时间 断断续续地铺设了60公里铁路 而华工到来后 两三个月间铺设的铁路 已经超过了这个历程 在太平洋铁路向前铺设的同时 一条有线电宝线 也随着铁路在向前架设着 因此 位于加州 萨克列门托市的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总部 可以随时得知工程的进展 查尔斯科罗克 是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 四巨头之一 它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老公说,毕竟只有白人才能做公投,因为华工大都是不懂英语的,没有办法领受任务。 于是,这些白人劳工被安抚了下来。 随着从中国赶来的劳工越来越多,华工渐渐达到了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劳工总数的90%。 最繁忙时,有一万两千华工大军在数公里长的工地上紧张地劳动着。 内华达山脉是太平洋大铁路建设中最大的挑战。 这座绵延600多公里的山脉纵管加州的东部,最高峰打4421米。 内华达山脉源于西班牙语,意思是飘雪的山脉。 要修通太平洋大铁路,必须穿越这座山脉。 1865年的初秋,华工大军按照勘探队员选定的路线,推进至内华达山脉的和恩角。 和恩角原是指南美洲最南端的海角。 很长时间以来,大部分从美国东部前往西部的移民,要乘船向南绕过和恩角。 这里风高浪急,经历和恩角的船员和旅客,宁愿将这场经历当作一场噩梦。 而内华达山脉西路的和恩角,到处是近乎笔直的峭壁。 峭壁下是汹涌的美丽尖河。 可是,这里却是太平洋大铁路必经之地。 怎样才能在峭壁上开辟出一条宽阔的路基? 技术人员一筹莫展。 出湖铁路公司管理层意料的是,华工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 这个方案源自中国大疆大河上常见的战道。 华工提出,由他们坐在篮子里,从峭壁的顶端放下篮子,只核实高度。 然后在峭壁上凿出炮烟,放进炸药,实施爆破。 尽管这个方案在白人公头看来是异想天开,但他们别无选择。 更何况,即便这个方案失败,大不了搭上几个华工的性命而已。 实验成功了,但是,接下来并不是每一次爆破都是那样的顺利。 时常会有炸药提前爆炸,将没有来得及升至安全高度的华工,当场炸死或炸伤。 他们的尸骨,往往会像飘落的斗粒那样,落进湍急的美丽尖壳。 随着峭壁上的路基,一寸寸地向前拓展,华工的伤亡越来越多。 终于半年后,和恩角被打通了。 1865年8月中下旬,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科尔法克斯前来视察太平洋铁路西段的建设进度。 他的随从是三位美国报刊的总编辑和记者。 一行贵宾到达西海岸,在唐人街最大的中餐馆享受了当地的接风之后。 众议长科尔法克斯一行,便在沿途军队的护送下,先是乘火车,再换马车,最后骑马,来到了内华达山脉的西路。 他们看到了一幅壮观的景象。 随行的纽约论坛报记者李查森写道, 这里是大自然最坚不可摧的堡垒,一支庞大的铸鹿军团已经对他发起了围攻。 接下来,这位白人记者的种族优越感又开始作怪了。 他将眼前的中国劳工形容为蚂蚁,但他的描述不乏生动之处。 维俄的群山,就像是非洲丛林中的一座蚁巢,而这些中国人,就像是附着在上面的蚁群。 在钻眼,爆破,铲土,装车,推车, 他们都带着一顶巨大的斗笠, 斗笠下是一双月牙形的眼睛。 之后,这个小型代表团翻越了内华达山脉的山脊, 又向东跋涉了五公里, 他们看到了山坳中美丽的多纳湖。 山中的摆昼非常短暂。 不一会儿,夜幕就降临了。 理查森注意到, 湖对岸隐隐现出一座篝火。 他写道, 这座印第安人的篝火像是一只魔鬼的眼球。 实际上, 理查森搞错了, 他看到的篝火是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勘探员点起的。 虽然刚刚八月底, 但内华达山中的夜晚已是非常寒冷。 勘探员们不得不在帐篷外点起勾火余寒。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施工的序列是这样的。 最前方是勘探队员选择路线, 紧接着便是劳工大军开凿隧道, 架设桥梁, 垫定路基, 最后是铺设枕木和铁轨。 有的时候, 最前方的勘探队员和最后面铺设铁轨的劳工会相隔数百公里。 最前方的勘探队员在初秋天际里感受到了内华达山中的寒冷。 这预示着最严酷的冬天即将来临, 华工大军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